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中青文艺首次发文 写手王一博以文化人其心向上 求真求美 引言 UNIQ王一博成为了中青文艺开通V 博以来 第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 不得不说 作为当下Z世代的先锋代表艺人 王一博可谓是尽职尽责地 承担了一个中国优质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在宣传推广优秀文艺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 这次呢 是中青文艺首次开通微博 首先上来的问候 就让人有点惊喜 写手王一博 推出了这个春天有点文艺的主题 着重推广优质的文艺作品 给广大的年轻一代的朋友们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在时代的浪潮中 每一位追梦人都是其中的乐手 各自努力 齐心奋斗 一起奏响属于我们的时代美好强音 青春有样 以文化人 写手王一博 为年轻的朋友们带来优秀的文艺作品 共同享说上善 求真求美 不愧是文艺博文 处处都露透出来文化人的底蕴案 这个文案中 着重说到了青春 青春对于我们而言 仅有一次 把握好了 经历过了 才是人气升级的重要时间点 这是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三观塑造的重要阶段 也是我们展开未来成长选择中 尤为关键的时间点 好的优秀作品 能够带着满满的正能量 给我们增强文化的力量 树立我们对于未来价值观念的一个基础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王一博出现在中青文艺博文中 着实让让欣喜 他是Z一代中 拥有超高人气跟影响力的一个艺人 更是走得稳稳当当 跟正苗红的一位 年轻的Z一代 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人 他们这一代 更多的是对于这个新的时代具有开创精神 他们的认知跟思维 都会突破物质带来的束缚 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开创 好了通过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 穿着之前的蓝色牛 仔外套 这个是王一博扎根剧组期间拍摄的 貌似这身衣服出镜率还是挺高的 好多人都发现了 如今的王一博 真是做到了专注 做什么都很沉浸式的做 不会有太多的对外输出 其实这对于他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 毕竟现在的王一博走在主流政剧的道路上 很多的作品都开始搬上大荧幕 需要更好的表演技巧 如果他能够在这些作品中成功赢得大众的认识 这才是他真正实现转型的开始 未来的发展更是一个好的方向 毕竟顶流的时代 即将过去 随着娱乐圈去流量化的开始 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大洗牌 只有有实力的人 优秀的作品 才能赢得大家的认可 虽然王一博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艺人 他显然不再是爱豆偶像了 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线 兼具歌手 演员等身份 全能型的艺人中 他在自己的领域中 都开启了专攻路线 确实成了很多人都向往的样子 好了 最近因为王一博在剧组拍戏 他的粉丝又耐不住寂寞了 开始了寻博启示 自娱自乐不好吗 给他点时间吧 娱乐圈最让人心疼的艺人 王一博榜上有名 在低调热度却不减 为何这么说 2月依然过去 可是开年的第一天 王一博就实打实地成为了热搜访上的人物 一挂就是三天 跨年演唱会上 带着诚意的新歌念 没让人记住这首歌 却因为王一博的胖 挂上了热搜 孩子 你是肿了吗 对啊 王一博怎么胖了 王一博经历了什么 怎么胖成这样了 看起来被打肿了 一时间 开年热搜 王一博凭借胖 登上了热搜 着实引来了太多的看客来调侃 男星跟女星的差距为何这么大 身材管理问题成了开年的第一课题 着实有点心疼王一博 各种嘲讽不绝于耳 粉丝各种心疼解释 终究时辰大海 王一博更是一个孤独无助的小孩 只好神隐 低调在低调 挂上热搜后 因为种直接引来话题脱粉的名场面 没想到却是一个乌龙词条 路人看后 不过是调侃道 不就是胖了 过些天就瘦了 不至于脱粉这么严重 貌似整了一个笑话而已 在线心疼王一博 娱乐圈对于这个顶流 有种无聊中喜欢拿他当喜剧人的记事感 算了 24岁的人了 王一博在众多网友心中 依旧停留在了十几岁的年纪一样 随着热搜的消退 本以为到此结束 可是王一博本人却在忙着禁组前补作业 这一顿操作下来 让大众更是啼笑皆非 这个孩子的做法 无疑是彻底把自我整明白了 疯狂输出库存视频 小电台语音 一天更新七八条 积极营业的样子 像极了假期结束前补作业的混小子 库葛的高冷抛之脑后 一顿操作下来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王一博越来越释放自我了吗 这是准备王一博搞笑艺人的路线迈进了吗 这波操作之后 原来是王一博进组拍戏拍戏了 所以才会这波操作 谁增想 之后的王一博彻底消失在大家面前一样 根本见不到人了 就连大年初一 都来了一个蒙面大侠的自拍 这是跟大家祭球了吗 因为吐槽王一博胖了肿了 这下好了 不让你们看了 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非常符合王一博的性格 有球必报 必须回击 心疼排自一秒钟 这波操作 不愧是王一博 可是大家别忘了 王一博的黑粉 从来比粉丝要努力 堪称内娱独特的一道风景 王一博不露脸 不出路透 让人拍了个寂寞 那就制造话题来让他露脸呗 自此 我们再阔别一两个月后 听到了这样那样的传闻 说什么脸肿了 是因为去打针了 不露脸是因为还在恢复期 在剧组是因为为了调整 拍不到是因为请假了 黑粉的脑洞果然是大 人家拍摄的是特殊题材的影片 你们拍不到 就说人家整个剧组在休假配合王一博吗 真是个笑话 这个智商果然是最大的笑柄 毕竟他们知道不敢乱来 只能这样制造话题 突然心疼起来这个酷格王一博 为何做什么事都被人各种的说三道四呢 说到底 还是因为王一博太红了 哪怕再低调 热度都不会降低 太多人需要你 笑春圣君大义路透上热搜 笑战粉丝一改往日宣传热情 拒绝路透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 好多明星都开始纷纷加入证据的行列了 之前 最明显的一波就是拼盘 像建党大业 建军大业 都有流量的参与 如今的1921更是如此 当然了 这只是局限于拼盘电影 看看如今的影视作品 更多流量担任主角 挑大梁 最突出的代表 大概是王一博 笑战这两位 两人都是凭借陈情领大火 如今成为顶流 各个方面的数据都非常扛打 不管是代言 还是影视作品 都有不错的成绩 合作的 都是业务前辈 王一博在拍摄影视作品的同时 还专心跳舞 上了这就是街舞 让大家看到他的舞蹈 很优秀 小小年纪 就有不错的成绩 还是值得称赞的 舞蹈上的王一博 知道很厉害 如今在大火的时候 跟赵丽颖合作的尤斐 虽然当时被吐槽的特别狠 但是王一博后续的作品 还是很给力 风起洛阳跟黄轩合作 从画面看 就知道是大制作 他的电影 也是很厉害 跟梁朝伟合作的吴明 如今又在拍《长空之王》 这部电影 题材还是不错的 更主要的是 还是广电重点扶持的文艺项目 关注点是极高的 题材可参考 Z国航空母舰宣传片《飞杀》 很震撼的 王一博拍了主流 那么他的前同事呢 校战不拘泥于刘亮 在顶流时期 去钻研话剧了 都知道话剧圈 是非常考验演技 稍有差池 对他顶流的光环有影响 顶流就意味着粉丝多 身上背着关注点多 代言多 蛋糕都被一个人吃了 极度的人也多 黑粉自然也就多了 所以当话剧圈少有问题 就会被黑粉攻击 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然而 校战依旧选择话剧 目前来看 校战在话剧圈 还是不错的 如今 他也在接触主流作品 梦中的那片海 就是一个大制作 是一部年代剧 编剧啥的 都在行业口碑数得着 配角也是正剧的常客 之前的王牌部队也是正剧 所以 校战如今在正剧圈里 算是站稳了脚步 毕竟正剧圈 对流量一人 偏见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 校战这回两部正剧都有校战 应该是消除大家对他的偏见 还有他一直投身话剧圈 所以说他真的站稳脚步了 最近校战主演的《那部梦中的那片海》 迎来了路透 身穿军大衣的校春生 帅是真的帅 但是小飞侠一改往日宣传的积极态度 都是抵制 因为不想要路透 想要给这部剧一个全新的面孔 不想让这部剧过多暴露在观众的视野 需要播出的时候 给出新鲜感 所以啊 小飞侠还是要谨慎的 这个举动 也是赢得许多赞许 更主要的是 这个话题下 已经没有被小飞侠刷屏 没有军大意了 人家的路透 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 小飞侠这边 捂着就要等剧播出 才放出来 看看这个格局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 прот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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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